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新北市幼儿园胃药风暴越演越烈 新北戏值某幼儿园也传出胃药疑云 有家长看了新闻之后 私下带小孩到医院检验 竟然验出微量安眠药的成分 并确认跟感冒药无关 那医服会也说 这名幼儿园验出的是本二旦品类 就是跟巴比托一样 都是管制药品 那戏指这间幼儿园 跟板桥的这家幼儿园有相关吗 看起来新北幼儿园胃药的状况 比想象中严重 那新北市府有全面清查吗 但市府已经定调了 没有延误没有疏失 而且反手围攻 指控一切都是绿营造谣抹黑 根本没有家长在4月打1999专线 那国民党甚至指控 毛发检测需要三个月 这是中央在拖延包庇 要赖清德道歉 那特定媒体还说 这胃药案百分百是乌龙跟抹黑 还有媒体人指控 检察官延迟办案等等 但是国际媒体BBC昨天都报道 访问到家长早在今年的2到4月间 就发现小孩身体出状况 引发全台家长恐慌 事实摆在眼前 新北市府跟国民党竟然推给绿营造谣 那如果一切推给中央 那侯友宜当什么市长呢 家长看不下去 受害者联盟决定在本周六 要站出来上街头 去年恩恩案被侯友宜过关 那这次还会吗 全台民众都在看侯友宜的表现 昨天两份民调显示 侯友宜稳居第三 好感度也垫底 负面声量近四成 不过柯智人说 他们的内参民调 侯友宜还是第二 没有输给柯文哲 真的吗 国民党的民调会比外面准确吗 蓝英内部没有忧虑吗 传出侯友宜朱立伦的幕僚 因为整合搞不定 爆发口角冲突 尽管双方对外否认 但党中央接管侯阵营的想法 侯孟凯说 很好啊 侯友宜全面弱化 让国民党陷入空前危机 不仅郭台铭希望大增 柯文哲趁势蚕食侵吞 传出蓝英小姬夜会柯文哲 请求高台贵手 还有立委参选人巧遇柯文哲 有人说立委选战蓝白河 在立法院过半 但是国民党会变大还是变小呢 会不会打错算盘呢 到时会不当初呢 最新情况发展已经简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中江大家好 好 再是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自认媒体验吴国栋 中江大家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中江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大家好 再是郑女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大家好 下午放学时间还没到 就有家长急忙来带小孩离开 传出新北这间幼儿园里头 有孩童被验出尿液有毒性 让家长们相当忧心 卫福部周四公布 新北幼儿园专案最新裁检结果 一名幼童9号就医身体并无不适 但12号尿液裁检验出三级毒品 BZD本二蛋瓶类 数值每毫升20耐克 13号在验竟然不减反身来到29耐克 尽管低于标准值200判定为阴性 但已经引发胃腹部高度重视 11个小朋友是都小于1耐克 但是唯独有一个孩子就是 他是第一次验是20耐克 20耐克 那我们也是非常的 有点这个疑虑 那第二次的话 验的话是29耐克 但是还是比刚刚讲说 另外的11个孩子多了 另外孩子多了 小孩被验出为量安民药的家长 疑似忧心po脸书社团 呼吁有小孩就读的家长 请尽快带去检验 当时就提出想调阅园内监视器 但主管却把他引导到 另一间小空间 还说调监视器 没有想象中容易 身为家长怎能不起疑 质疑风头上还检验的初 代表是长期服用 往后对小孩影响和副作用 填直到 但市长侯友宜脸书po文 两次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请大家以专业判读为主 千万不要议测数值 已而传而 只是又从孩童身上 找到毒品产量 市林地检署也主动 分他字案展开调查 找出真正的问题原因 这板桥幼儿园胃药案 还没有理清 细致某幼儿园 竟然也传出胃药疑运 有家长在看了新闻报道之后 就带小孩去医院检验 结果竟然验出 有微量的安眠药成分 而且有特别确认过 跟感冒药是无关的 而且这个家长他很担心 他就跟这个原方的要求 要看这个监视器画面 但是虽然有看了 依然无法消除家长的疑虑 所以就决定让小孩 不再进去幼儿园了 来 先瞧情况 这个部分看起来 不像是单一个案 到底情况是如何 新北的幼儿园的胃药事件 看起来不是只有 在这个板桥这一家而已 现在看起来事件 有可能会再延烧 为什么我们用 有可能这三个字呢 因为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有一位妈妈 她发的脸书的文章 让大家吓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呢 因为她的脸书里面 强调的是说 她的小孩子 有可能也被喂药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看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几天讨论的事件 都是在板桥嘛 就看起来呢 这个幼儿园 幼稚园发生事情的状况 不是只有板桥而已 现在看起来跑到 戏子这边来了 板桥跟戏子 都是喂在新北 所以你看 这个妈妈呢 发了这篇脸书 在早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快速延烧 为什么说快速延烧呢 你看 她说小孩就读某幼儿园的家长 请赶快带去检验吧 为什么呢 她提到就是说 她的小孩就读幼幼班 最近这一年 虽然没什么异常 但是 但是 她的孩子 确实被验出 有微量的安眠药成分 她说试问 哪个家长不担心 而且风头上还验得出来 代表是长期服用 往后对小孩 有什么影响跟副作用 天知道 所以这个家长发了这篇出来之后 大家就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经过查证之后 发现说 这位家长 而且这是新北市卫生局证实的 这位家长呢 在日前 有带她的孩子 到布立台北医院去做检查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知道 在板桥的幼儿园 喂药事件发生之后呢 这个我们看到 卫福部呢 开了一个单一窗口 这个单一窗口 就是让有一律的家长 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来检验 看她的尿液检查 会不会验出不该验的东西出来 那这位家长就发现说 她的小孩被验出了 不该验的东西出来 是什么东西呢 来 这要对照另外一篇 这个衣服会所发出来的 这个新闻内容是什么呢 你看 标题叫做 新北味药案延烧 一同验出三级毒品 本二淡品 BZD 哪间幼儿园还在查 那因为这件事情呢 延烧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什么呢 这个家长 他的孩子被验出来的 就是本二淡品 这个管制的三级的毒品 那这个又 这件消息呢 除了我们看到 这新北的卫生局之外 连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自己都快速的发脸书 他在中午左右发脸书 所以中江可以想见 事件在上午的时候呢 社群烧得非常的热 因为大家都担心 会不会有下一个孩子 出现一样的状况 结果呢 这边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呢 他就出现被检查出 本二淡品的状况 那观众朋友 什么是本二淡品呢 给大家看一下 本二淡品呢 他是管制的第三级的毒品 第四级的毒品 然后他的用途是用在哪里呢 这个医疗用途 是用在镇静安眠上面 但是也有人拿来当做什么呢 他产品类别直接说是毒品 是 而且这个是根据 法务部的网站列出来的资料 法务部的网站上面 列出来的毒品特性资料 本二淡品类 他就告诉你说 是第三级毒品 跟第四级的毒品 所以一般来说 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给小朋友吃 而且衣服会人 查了用药的记录 发现这位小朋友 这位住在戏纸的小朋友呢 他的状况是他之前 就只有看过感冒而已 所以他服用的 理论上就只有感冒药 那你吃的是感冒药 为什么会验出 本二淡品的成分出来 不该出现这个东西吗 这是不该出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 他是管制的第三级毒品 跟第四级毒品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说 新北的这个幼儿园 胃药状况 是不是在延烧当中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发了脸书 他发脸书跟大家说什么呢 说这个新北的这个细子的 这个小朋友 验出来的量 那个是阴性 他说是阴性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意思是说 你看他是29耐克 第一次验是20耐克 第二次复验的时候 是29耐克 那他要达到200耐克的量 对身体才有伤害 所以他叫做阴性 但等等 中江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很怪 这个你新北市市长侯友在强调说 这个是阴性 这个不会伤害身体 但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6月9号尿疫检查 验出来量是20耐克 可是你知道吗 同一 这新北 应该说这个世界有两批小朋友检查 两批总共29位小朋友 29位小朋友呢 其他人验出来你知道是多少吗 都不到1耐克 只有这位小朋友验出来是20耐克 第二次复验是29耐克 换言之 其他人都不到1耐克 为什么只有这个小朋友会验到29耐克 所以他被验出残留状况呢 就很不寻常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听专家的解释 那 赵明威教授 这个独体权威赵明威教授 他就告诉你说 这状况正常吗 新北市政府可以用阴性两个字带过吗 他就告诉你说 BZD 就本二蛋瓶这种药 不会莫名其妙跑到小朋友的身体里面残留 因为他是三级管制药品 不会有背景值 验出来应该要是0才对 或是禁于0嘛 所以他说正常来说 没有医师开地的处方签就拿不到 也不会被验出 就算现在数值是29耐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那为什么会被验出来 就有BZD的存在 所以赵明威教授就说 虽然标准值是200耐克 但是这个是会对人体产生伤害的标准值 今天验出来29耐克 那请问低于标准值是阴性没错 但至少这个浓度呢 对人体来讲不会造成太大副作用 可是这个数值只能反映出 重点在这里哦 只能反映出现在有多少 而不是过去吃了多少 这个赵明威教授说 以BZD就本二蛋瓶的半衰期 大概是一天到十天不等来算的话 他说你估一下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重点你想想看 5月15号新北板桥幼儿园事件爆发之后呢 在5月18号5月19号的时候 媒体都有报道 所以呢看到风声 你也知道应该要停用嘛 所以大家就当然会怀疑 这个赵明威教授所说的这句话是说 他说你以他的半衰期来看 经过这么久的代谢时间 因为他是6月9号做尿疫检验的 那我们讲的新北板桥幼儿园的事发事件 在什么时候 是在5月15号 新闻是在5月18、19件报的嘛 所以你想想看哦 从那时候起算到6月9号 这已经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至少是三周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你推算一下 身体还有29那一刻 请问之前吃到的浓度到底有多高 所以赵明威教授的意思是说 这才是现在政府要去着手调查的部分 不要甩锅了 阴性不代表没事 再讲一次哦 阴性不代表没事 所以拿阴性去解释的方式呢 当然就会显得很奇怪 所以大家现在要追问的问题是 好 那新北这样看起来呢 你就是有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被验出来的状况嘛 在新北板桥这间幼儿园我们讲过 有八个小朋友被验出 有巴比托这个三级管制毒品的成分嘛 那现在看起来新北细子这一间幼儿园呢 又被验出来有BZD本二蛋瓶的成分 那大家就要问啊 那这个小朋友被验出来 有二十九耐克这个数字 比其他小朋友都很明显高出二十几倍 那所以请问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 所以对于新北市来讲 看起来幼儿园胃药事件呢 这个风波呢 持续扩大当中 对的确我们看到这个专家都说了 不应该检出嘛 在小朋友体内 为什么会检出这种 包括什么安眠药 或者说甚至什么毒品等等 那我们看到 除了这个新北市这个细子 这个幼儿园 因为这个是立委赖品瑜 他有说在这个脸书粉专当面 有看到小孩子提到吃药的状况 因为家长有问嘛 家长问小朋友 那你在幼儿园有没有吃饭 然后小朋友就讲出说有吃药药 那为什么这小朋友没事要吃药呢 那也包括衣服会 这个针对二十八名幼童所检测的 说是阴性 但是有一名儿童 检体是有这个说 本二蛋评类比残留量 明显高出许多嘛 不应该有却有 到底怎么回事呢 第一个我们在谈这个事情 要先把几个前提弄清楚 否则我看到有一群人 恶意的要把导向变政党斗争 蓝绿的部分 叫哪个政党 叫谁要道歉等等 我觉得那是很恶劣的 第一个孩子的安全健康 是所有家长 跟所有从事政治工作 最应该注意的事情 孩子最重要 第二个前提 所谓在这件事情的检测阴性 他画一个这个minus 或者画一个negative 指的是每一千毫克 就是每一毫升 每一千毫克减出两百耐克以下 不是没有哦 不是没有也不是无害哦 就是所谓的阴性代表是 低于两千耐克 在每一千毫克里面 第三个前提 我们这些东西都不应该 出现在人体体内 更何况孩子 环境背景值没有 什么叫环境背景值 我们有时候在做科学检测的时候 我们的空气中或环境中 本来就有 所以会有一个容许的环境背景值 这已经多位专家讲 这件事情 这些毒物是没有环境背景值的 有就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没有背景值呢 却出现在孩子的身体里面 一定有人从他嘴巴喂进去 对 这是第二第三个前提 第四个前提 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检测出来 他低于两千 两百耐克以下的那个时间点 不代表这个孩子 被喂食的时候 是喂了多少量 因为都过了二十多天了 三天的半衰期 三天新陈代谢 理论上就没有了 你隔了二十多天 还测出来有 有一个爸爸是去检察官那边 毛发测试 隔了那么久 测出来之后还有六十多 那你当时被喂的药量到底多大 对 你不能用低于两百 不要紧啦 那低于两百安全啊 没事啦 大家不要制造恐慌 他被喂的时候喂多久 对 喂多少 而这个东西是不应该出现在体内 而且没有环境背景值的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情之后 回过头看侯市府的处理 能力之差 私心之重 什么叫能力之差 你应该站在家长的立场说 不容许 有测出来六十几 我就要回溯你二十多天前 一个月前 到底是谁喂的 被喂了多少 对 这一些都有安眠镇静作用的药品 会伤害致力 会有成瘾性 会有易怒致强的现象 更严重的会致命 不管你叫他什么要名 他都有这样的情形 那怎么会 我看到侯友宜们 侯友宜团队们 好意思出来 开记者会说 没有啦 不要违言耸听 是喂检出 是阴性 是200耐克以下 如果这样讲 你是站在谁的立场 讲这个话 站在喂要的人吗 我们也不敢讲 喂要的是学校或者是老师 到目前为止 敢指控老师的救侯友宜 就是到底 谁为了查出来吗 因为根据专家 这些专家跨党派都这样讲 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 不应该出现在体内 那侯友宜的团队们 为什么是 有的用200耐克以下 喂检出阴性来辩护 我刚才是要来跟宜川 他在开讲说 这过去 爆发这个 我们早就看到老板出来道歉了 哎呀 不要说是他喂的 在我的体系里面 出现这个情形 我身表痛心 我跟家长道歉 跟社会道歉 你到现在有没有看到 新北市府 看到这个业者 出来道个歉 没有 对不对 好奇怪 不见 包起来了 没看见 我再讲一次 我没有说是业者喂的 因为这个让司法去调查 我也没有说是老师喂的 目前讲说老师或家长 带要来的 只有侯友 他说这种 但是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新北市的官员 每个好官我自为之 还敢骂人 然后这个业者 没有出来说 在我的照顾体系里面 出现这个 我都觉得很遗憾 没有 不见了 业者没有出现 然后他的名字 好像要保护他 说第一个 你到底怎么处理 这件事情 施政执政的能力之差 到底是为了什么 危机处理能力之差 到底为了什么 那为什么讲 私心之重 为了保护侯友宜 国民党的议员 道歉的道歉 说自己口误的口误 骂人家狗官的 好意思骂人家狗官 这个事情你要骂谁 就是为了保护侯友宜 愤怒异常 但是为了 为了这些孩子 我没看到你们用这种愤怒 要求追查他到底 为了保护侯友宜 议会国民党过半数的议会 竟然可以保护他 说他不用出席 所谓的专案报告 后来是 是黄伟翰骂的有效呢 还是社会的愤怒有效 侯友宜才勉强去出席 一个小时 其中呢 被问QA的就二十几分钟 每个人限四分钟 而且呢 运气不好的你问不到 为了保护侯友宜 不要让他专案报告 最后呢 被社会逼的侯友宜 还是要出席 因为国民党开记者会 说是绿营在造谣抹黑 然后他们甚至开记者会 说是要谣言未实际 然后赖清德还要道歉 开中记者会的人让人家看不起 这件事情的核心是孩子受害 对 查清楚谁为了毒 我们都 我在你节目我们都没有去追 这一个体系 长期政治现金给谁 国民党一定这样搞 我们没有这样做 你好意思开记者会说 赖清德要负责 民进党栽赃抹黑 明明说四月份 接受成型报告的是 中国国民党的市议员 公开质询 法定记录 引述他的人要道歉 这什么逻辑 BBC是自己做调查报告 BBC中文网那个记者 我印象叫Michael吧 他去问到家长 他去访问家长 家长说 五月之前就通报 那四月这一块我们不讲 五月十四号 家长去海山派出所报案 晚上七点 五月十五号 新北市府知道 你为什么拖到五月十八 才有所谓专案小组 说因为检察官查 我才有专案小组 通报了你都知道了 你辖下的幼儿园 五月十五知道 到五月十八才动作 为什么难怪大家怀疑 因为五月十七国民党 要做调郭台铭 提名你侯友宜 就卡一个时间而已 那新北市府 昨天他们全面定调 没有延误没有术实 你没有延误 讲给家长听吧 因为你从知道 哪怕从五月十五知道 到六月五号 才要求禁员全面调查 半摔期都过了 过了二十天 那一天有个家长连线 是受害家长 家长说 他讲两件事情 我看不出来新北市府 或者新北市蓝营的议员 有好好去问这个事情 就是当他从新闻 看到这个事情 那他质疑第一点 你新北市府 就算五月十五号知道 你为什么没有通知 我们同源的家长 没有 第二个 他呢到五月底 去检察官那边报案 毛发检测 测出来有残留 他说新北市府 不知道这个事情 新北市府到六月份的 六月八号以后的 所谓的说明会 还在跟家长说 毛发检测 那个要检察官同意 你为什么不跟家长说 你同意就可以主动检测 所以这整个事情 我们看到就是 新北市府 现在转手为公 转什么手 他把它变成政治事件 蓝绿的事件 要赖清德负责 绿营造谣 造谣 却忘了回头看看 这些不该出现在孩子体内的毒物 你们却用两百耐克 当作容许 直说阴性就没事了 所以你们造谣 因为新北市现在看起来就打两招 拿两招 第一招就告诉你说阴性 没关系 第二招就告诉你说 四月 讲说四月就有事情 难合都是造谣 可是这是家长关系的实质问题吗 当然不是 家长关系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来 你看 今天新北市议员张维倩 他公布家长的录音档 家长的录音档里面 就提到了三大问题